一左一右听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未来治水怎么规划 国民党立委洪梦凯和民进党立的苏小会 就算选区不在金山万里 一样很关心 反倒是在地立委廖先祥被挤到外围 总统和市长一起到万里金山一带看灾 关心摊贩和祈求平安 洪梦凯苏小会全程跟紧紧 被解读新北2026前哨战 说实在只要新北每一个地方有需要 我们都应该要尽力来帮忙 那尤其我现在个人还肩负了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诸位的身份 你妈妈就是万里金山人 所以说其实我从小也算是在这边长大 那这几天我们只想要赶快把这个水灾的状况给救好 基于身份或者地缘关系 蓝绿明带跨区勘灾 不免和选举联想在一起 尤其苏小会和侯友宜聊了热络 自家人侯孟凯则在一旁跟水利署官员摇耳朵 至于传出侯友宜鼠疫接班的 新北市副市长刘可燃 同一时间也在瑞芳陪同 竹荣泰砍灾 未来在预测的部分 尤其主管中央的这个气象署 不管在科技上 进那个所有的专业上 可能要提同帮忙 我们这次有发现一个情况 锋利的判断 好像比较准确 可是在食雨量跟累积雨量 落差还蛮大的 趁着这个院长到的时候 也跟院长做个报告 被澄清的竹荣泰没正面回应 坎在政治学新北 宪政热应 T月新闻中央报道